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香蕉从哪里来? 文,一则上子 图,吉川贤智 易,郭林立 小天下出版社出版 香蕉从哪里来? 香蕉冰过之后会比较好吃吗? 把它放进冰箱试试看 过了一个星期,竟然变黑了 怎么会这样呢? 左边这就是香蕉的芽 大约经过一年 它就会长到你要抬头看的高度 有一天,最上面的叶子和叶子中间 有一个鼓鼓的东西 慢慢地把头伸出来 它的外面还包了一层绿色的皮 最后变成一个大大鼓鼓的紫色大包 这个是花吗? 虽然它看起来很像花包 但其实并不是花 而是形状长得很特别的叶子 叫做包片 如果瞧一瞧包片里面 就会看见白色的花蕉 这才是香蕉的花 香蕉花的根部排列着 绿色的小香蕉 受到包片保护的香蕉脂肪 已经长好了 当包片卷曲脱落时 就可以看见香蕉的脂肪 香蕉生长在炎热的地方 所以很怕冷 冰过之后会变得非常脆弱 外皮会变黑 但是这并不是坏掉哦 太好了 香蕉生长的地方 阳光很强 会下很多鱼 一朵花会结成一个果实 当花朵枯萎时 果实就会渐渐膨胀 长大 香蕉底端是黑色尾巴 就是枯萎的花朵 留下来的痕迹 花刚开的时候 香蕉的果实是直挺挺的 不是弯弯的 等到香蕉的脂肪越长越大 直挺挺的果实 会慢慢的往上弯 香蕉的养分 是由叶子制造的 养分会被送往果实 让果实长大 负责把养分送到果实的 就是果皮和果肉之间 一条条的白色细丝 就是这个啦 这些细丝 虽然吃起来苦苦的 感觉像是多余的 不过 它对香蕉来说 非常重要 当果实越来越饱满 就表示 弯弯的香蕉长好了 不过 这个时候还不能吃 在香蕉还是绿色的时候 就要摘下来卖了 绿色的香蕉又色又硬 一点也不好吃 慢慢的香蕉的颜色会改变 黄色的外皮出现点点石 就是香蕉变甜的记号 小朋友说 我要咬下去了 哎呀 这个黑色的小点点是什么 把它切开看一看 结果竟然 出现了香蕉的脸蛋 里面有像眼睛一样的点点 小朋友说 黑色的点点 其实是香蕉籽 退化后的痕迹 如果香蕉有籽的话 吃起来会很麻烦 所以 人们才会培育出 没有籽的香蕉 不过 就算把退化的香蕉籽 埋进土里 也不会发芽 小朋友问 那么 香蕉要怎么种呢 香蕉要靠 从母株地下的筋 长出小芽 才能越种越多 这株小小的芽 会渐渐长大 将来 也会结出 好多好多根香蕉 香蕉的故事 说到这里 结束啦 用牙签在香蕉的外皮 画上几笔试看看 过了一会儿 可以看见 画伤的地方 变成黑色的哦 香蕉皮 香蕉皮很容易让人滑倒哦 好咯 今天 我们的故事 香蕉从哪里来 讲完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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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